疫情之下,各地学校停课不停学 一时间让上网课成为热门话题 有的老师摇身一变,化身老手主播 近显十八般武艺 而有的新手网课老师则状况连连 在直播间演绎了一幕幕 令人哭笑不得的大型翻车现场 有的老师讲了半天才发现忘了开麦克风 有的老师正在讲课的时候 家里的小宝宝出来捣乱 有的五六十岁的男老师 开了十几美颜拍出一张粉嫩粉嫩的小脸 在我看来这里所谓的翻车现场的话 大部分是无伤大雅的 甚至可以说为课堂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那么上网课有什么秘诀 如何能在规避常见问题的情况下 提高授课质量和效果 近日中心社记者专访了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江 请他分享网课授课秘籍 陈江介绍要上好一堂网课 首先需要寻找合适的硬件设备 搭建自己的直播间 台式机配了两台显示器 一台触摸屏的用来在PPT上直接勾画 另外一台用来显示直播的时候 合成出来的视频效果 以及各种各样的控制窗口 录音用的是一个很普通的领下麦克风 音质还可以 正面面对摄像机的时候 用遥控器来翻页是比较方便的 不过更加值得配的是回图板 这样可以在集存机上直接版书推公式之类的 用来拍摄自己的是一台半专业的数码摄像机 画质都还不错 要抠像当然要用到绿幕 还需要一些补光灯 硬件还是要有一些备份 备用的摄像头 备用的耳麦 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配置吧 陈江坦言 实际情况下 大多数老师无法配备这么多硬件 但在有限条件下 多加练习 努力熟悉网络授课的特点 适应线上授课环境 对新手网课老师有很大帮助 比方说老师需要去熟悉一些软硬件 需要熟悉对着摄像头讲课的感觉 甚至需要熟悉坐着讲课等等 其中受暂时性的影响比较大的 可能是那些平时并不用PPT讲课的老师 比方说用版书来讲课的数学老师 给学生做演示 纠正学生动作的体育老师等等 那么这些老师的话 可能需要搭建一个特殊的直播环境之后 需要比较长一些的时间来适应 针对网络授课中常预见的问题 陈江表示 最好的方法就是准备好预案 此外 他建议老师对授课过程进行录像 不仅可供学生课后学习 也可用于提升自身授课水平 比方说服务器阻塞 学生甚至老师进不了课堂 网络卡顿 那个播放视频的时候 卡得跟PPT一样等等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的话 当然建议就是 老师们一定要有备份 要有预案 包括要有备份的网络 要有备份的硬件设备 包括有备份的内容 如果老师能够上课的时候录像的话 那么一定尽可能的录像 一方面是给上课的时候 出现意外的同学 能够事后来补看 另外一方面是 自己看自己的课程的话 老师就能够主动的发现问题 让自己的直播课程 日趋完善